我是在京都开古董店的吴晨 每个月都要去一些古董集市 要讨很多宝贝 喜欢和我一起逛集市的朋友 希望能订阅支持 如果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可以给我留言 漂亮的金石会漆器 可能是放烟具的 我问他 他不懂的 地石会非常好 这块布特别好 刺紫绣 当着什么东西 这是一块小的团 应该挺老的 我看下来有没有标 重吗 重 这里边是银 应该是镀的银吧 是吗 是吧 不知道 下面是桌梨子 他喝咖啡的 那是咖啡 咖啡糊 盖挺好的 咖啡糊 这就是咖啡 这红茶和咖啡 这就是咖啡 这红茶和咖啡 这就是咖啡 这红茶和咖啡 这红茶和咖啡 一千呢 太贵了 一千呢 太贵了 这个是不是朝鲜的呀 不是 平清 山形县 山形县 山形县的 这是当时的时代 大概是明治 明治 明治 这多好啊 这碗 水 你看 水 这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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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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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碗 这位熟悉的店主 给我们看 他在印刺上的家里的照片 他们家特别好看 还有猫咪 这碗 对 很漂亮 漂亮 嗯 嗯 我 这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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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两鸡 对 嗯 这位 花 花 玉 名字 是 花 花 花 这位是 花 威風 所以 这位是 小挨 好美 小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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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位是什么 是 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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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老人家的地摊总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每一次我们都忍不住在这个摊上就耗费好长时间 东巴朗巴朗西巴朗巴朗 这挺好看的 有时候能找到一些好玩的东西 这个也够用 水管子 这以前的什么水管子切的 平安跳泽市场是从2019年4月10日开始的 记得有一次在一家古董店看到集市的海报 当时还没当回事 隔了好久才说来看看 过了这么长时间 发现这个集市是我们最喜欢的 打开到这两张飞打开 失败了 相比温度超大 打开到最后的手 这部和横里是一单 六等楼 三橘 这部和横里 词环城 四 湯 市 你看这个特好 你看这个树 满了吧 那样 现在外面飘着雪花 这些树放在地上 我们过来翻翻 本来想买一两本 后来发现 一个是东西挺不错的 再有一个这些雪花 会把这些树打湿了 干脆全买下来吧 好看 这个也是这样的 俱乐部 什么什么俱乐部的 大叉子真好看 你看那园艺 这个摊位的东西猜测是以前的农民或者渔民经常使用的工具一类的 这些都是使用棉麻草这一类的天然材质做的 经常看见很多店铺用于陈列来引导气氛 例如叉季风格的店铺啊什么的 这些是在这里的农村 这些农村里面的农村 这些农村的农村 农村的农村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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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也不全静了 这是他们所谓的 这九谷 为什么会看着这么新 他说然后我就是全部写了以后 挑过的 所以你看着特别新 他说因为我卖的时候 我总不能让客人看得脏脏的 因为是餐剧 也不能看得脏脏的 所以我就全部都挑过了 是这样 他们就这样脏的 就是没有挑过的 你看那油的卖的特别干净 他们就是挑过的 油灯呢 是用蜡烛的 割蜡烛割在这上面 割在这里边 这个是这样的 这个是怎么做的 这个是蜡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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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被拆掉的 这个是蜡烛的 他说可以拿走吗 这个是蜡烛的蜡烛的蜡烛 蜡烛的蜡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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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就忘了 这个是蜡烛的蜡烛 蜡烛太常见了 又是餐大餐 胡麻 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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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的集市逛了好久 下集又买了不少东西 还去了常去的一家很美味的牛排店 欢迎收看